大家好 这是一台粉丝寄过来的苹果7p 因为放置了多年没有使用啊 然后呢 这个id 密码也不记得了 也打不开了 他这个手机之前是换过电池的 可能换电池没那么好 然后呢 导致现在出现的这种鼓包 大家又发现这种鼓起来 屏幕翘起来 一定要注意 这种电池鼓包一定要换掉电池哦 这种比较危险使用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要过这台苹果7p 然后呢 能正常的使用 我们首先的话 要对这台7p 进行越狱 如果不懂越狱的 可以翻下我之前的视频的 有越狱教程 越狱的话 有苹果电脑是比较方便一点哦 这个操作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windows系统 制作U盘启动来越狱都可以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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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愿意成功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米娜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比较强大 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哦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等待着就行了 这个不用操作其他的哦 等待成功就可以了 好 出现了这个提示就是说 要过成功了 我们手动激活过去就是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好 现在我们就要开了这台苹果7p 跟正常机一样用哦 装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 欢迎职业 中国联通 北京2022年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装软件 我们打开爱事助手 也可以登id哦 如果你觉得不登id 用爱事助手下载软件也是可以的 成功要过了 大家不要去升级哦 因为现在iOS15最新的系统暂时不能越狱哦 如果你升级过货的话是要过不了的 这种软件的话是付费的哦 不是免费的 现在免费白嫖的 基本像这种要过不可能再有了 要过出信号的 支持的机型有5s到苹果叉哦 这些机型都可以要过 像平有什么苹果11 12那些是不行的哦 这种要过软件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所以 我建议大家苹果7p以上的机型还是有价值的 比如苹果5s苹果6 这些机型我感觉没必要用这种要过出信号了 这个价值不高哦 好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这样机型忘记 id 密码守住了 也可以尝试这用这个软件来要过出信号哦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